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毛大人抓到朱一卫办得漂亮 多谢大人栽培 他把万花楼的嫖客全部抓起来了 一个没少 现在牢房都已经放不下了 的确干得漂亮 邱大人 不管怎么说 这个朱一卫 可是我亲手抓住的 各位大人 这朱一卫是 是 邱大人有所不知啊 这个朱一卫来头可不想我 朱一卫是明朝的余孽 他可是这个明朝朱元璋的第六子 楚昭王朱贞的第九代生孙 厉害吧 我这脑子这么长都背得下来 龙大人 此人嘴太严实了 到现在有关于红帮的半点消息 都不可透露 依我看的 不如一刀把他窄了 把他窄了 然后把他的脑袋挂在城门楼子上 朱一卫 我自有主张 你们要严加看管 不得有半点怠慢 是 是 下去吧 牛大宝你留下 高兰大人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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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 大人 叫你去找何神 到现在 已经处日了 有没有消息 还没赢 何神不急 我们是不是要想想办法 他是不是我女儿 大人 这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呀 我觉得还没到那个时候 要不我们再给他点时间吧 没准何神真的有很多金斧头 需要逐一清点 嗯 好吧 那 就盼你去先给他试试一下 如果他再不知趣的话 就拿到女儿拍照 是 爸 迷勇 敢问大侠又有何贵干啊 我朋友让我问你 你不生他气了 是不是就代表你喜欢他 你是不是有病了 我没共陪你玩 我还有事呢 你可真烦人 你这 你这 你干吗 你把我放下来 想走 没那么容易 你把我放下来 你把我放下来 我有个朋友 想让我替他亲你一口 不知你意下如何 我不同意 你别走啊 你把我放下来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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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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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我 谁是你大姐呀 我 我 你没有这地点 但你是我大姐 你是我齐大姐 我求求你现在把我放下来 我太难受了 那我怎么救啊 姐 姐 那边有个绳子 你把我截了 你把我给放了 我要是把你放下来 你伤害了我 我怎么办呢 这 我身上还有点钱 我给点钱一下吧 那行 大姐 你真厉害 买个菜还带个菜刀 对 就他 就他 大姐 你不能拒啊 大姐 大姐 你别拒他 大姐 真是个好的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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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撒 啊 咔咔咔 咔咔 咔咔 犯 犯大哥 月儿 你何事出门呢 我没有要出门 穿成这样了 还说没有要出门 我跟你说啊 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黄华In的密探 不要再出去节外生枝了 我就渴了 我去喝杯水 福建茉莉花茶 金春极品 刚气啊 我 我饿了 我去吃点点心 您喜欢吃的点心 我全都带来了 余哥 你就好好在这儿休息 有什么事情你就叫 有叫必应 除了上茅房以外 那我要去茅房 去茅房 箭就不用带了吧 老巨早回啊 来 来 来 茅大哥 你这姿势有点怪异 怪异吗 来 你也怪异一下 来 找我何事啊 茅大哥 我有事向你汇报 说 农牙来报 朱一卫果然被农丁海所抓 现在就关在黄花溢 我仍不出我所料 那我们下一步如何打算 吩咐下去 让小火炮安排营救 门大师 你这将来 你这身体 我还没得见 门大师 你这就是 你这身体 我便带着 我让你进来 你这身体 我这身体 李小姐 你这身体 你这身体 红帮不能没有你 你快走 言之有理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谁那么缺德呀 把我家材货推给点了 我就是惹谁了啊 我家里也被点了 你真是来的 不好 上当了 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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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二哥干嘛呢 老爷 你可算回来了 他这个赌钱输了钱 他现在跟我耍起了屋来 我问你这么大岁数赌钱了 是啊 老爷啊 你可得批批这个李 他就是老不要脸的老家伙 你说什么 你说谁是老不要脸了 你才是老 我不老 我是是不要脸 你老不要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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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不要脸 你老 行 别吵了 杨洁凉又没有这个老爷了 吴吴 你这么大岁数去哪儿赌钱啊 他就在屋里赌的钱 老爷 你一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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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这那子玩 老大保你干什么呀 老爷 我的钱 生本事了是吧 家里不青楼吗 改赌坊了 刘大宝 刚才屋里人多 给你留面子呢 你平时这也不让我干 那也不让我干 什么都不干 那是死人 不用给我留面子 我不要面子 刘大宝 这可是你说的 是不是 是啊 现在这个屋里 就剩咱俩了 你可千万别怪我 我不给你留面子 你 你 你把手放下 我正经跟你聊天 给我正经点 谁不正经了 你能不能别给我添乱了 你以为我愿意添乱吗 你每天哪儿都不让我去 我天天都憋在家里 提心吊胆也是一天 开开心心也是一天 我怎么就不能快乐得过一天 我让你快乐了 让你快乐 你就把我家改成青楼 改成东坊 这就对了 我跟你讲 弄弄乌烟瘴的 你真是自私 我自私 对 你每天都不在家 我跟仆人多少钱 添不添不加油 我就叫自私了 我 老爷 恕我吉言 我要讲几句公道话 这次以前有点不对 前几天 你在山牙 大难不死 都是靠夫人 不顾生命危险 把你拉了上来 回到家中 又发现你给毒蛇咬了 中了毒了 又是夫人用嘴 把你的蛇都 湿了出来 夫人还告诉我 不要让你知道 其实夫人对你挺 挺 行了 老头 你能说这些有用吗 他狼心狗肺 他自己的屁股 他自己又没有吸过 是我 我不用你说 我知道是你们救的 我就说今天这事 那 那你天天跟他吓人玩 你嘴上没个把门的 你万一说出点什么 那掉脑袋你知道吗 别吓唬我啊 我能说什么呀 我不是说大我就是说小 吓唬谁呢 就你这样了 早知道这样毒蛇 我都被堵塞 狗贼 玉娥 拿命来 你干什么 是你 你怎么会在这儿 姑娘 这话应该我问你啊 这是我家 我是这儿的女主人 我当然在这儿了 不过你 你大半夜的拎个铁片子来我家 你是何人啊 我是什么人跟你没关系 我今天来找刘大宝 就是要取了她的狗命 你让开 不是 有什么事你得先说清楚啊 这是我跟她的私人恩怨 你让不让 不让 你让不让 你让不让 这是我家 我就不让 你家 牛大宝 我真没想到 你居然娶了一个青龙女子 玉娥 你这样 你先冷静下来 我慢慢给你解释 我不听 你让开 你今天要是不让开 我连你一起杀 行 姑娘 放沙桃桃 立地成风 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 你又是谁啊 吴伯 这儿没你事 你先离开 这儿没你事 老头儿去把刀拿过来 好 今天你们都想替他挡箭是吗 好啊 那我就成全你们 杰玉娥 放死 大宝 你什么都没看见 什么都没听见 什么都没有发声 他没有来过 我没有来过 我们都没有来过 走 范大哥 范大哥 玉娥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玉娥 他为什么反过来还要杀我 这中间一定有误会 难道他没收到那封信 我 要我再写一封 我是你方的 是我 你为什么就不让我杀了牛大宝那个狗贼 你删自行动该当何罪 我就是想了断 我跟牛大宝的个人恩怨而已 何罪之有 我请问你 我们到今晨为何而来 护送注意会 任务完成了吗 你要以红帮的大击为重 个人恩怨 难道比反清负面的大业更重要吗 要是我不拦着你 万一龙弟还把你抓去了怎么办 你搅乱了这个计划谁来负责 你懂吗 我懂 你懂我懂 都呛你 放手的事情 情有可原 从现在开始 任务没有完成 哪儿都不许去 就在那儿给我待着 明白吗 明白了 茉莉花车没有了 点心也没有了 啊 你在外面惹了多少人啊 还有多少人要杀你啊 你说句话呀 明天是不是还有人过来杀你 是不是啊 那我去告诉龙大人 别 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我不能 少说两句命就没了 不是 龙大人能不能管啊 让他多派几个人过来保护你啊 多派几个人和你打麻将啊 我给你讲 今天这位人来这事不能跟任何人说 那你告诉我袁月娥是谁啊 怎么了 为什么非得杀你啊 你不说要告诉龙大人去了啊 红帮的 红 红帮的 你骗鬼呢 你便是红帮的吗 红帮杀红帮的人 他不只是红帮的 还是我原配夫人 你干吗非得杀你啊 没情 你干吗去啊 你干吗去啊 你 你 你干吗 叔父啊 为了显示我大清的国威 朝廷要将此人 先在蔡氏口 试种明日陈时 朱一味 先压制蔡氏口 试种一天一夜 后天五十就地斩首 以震慑反贼 我们华华翼负责警卫工作 在示众期间 一定有大批反贼来营救 你们要加紧防范 不得要半点闪失 刘大宝 手下在 你准备一些小商小贩的衣服 给大家换上 以做演示 是 看守朱依卫的任务 就交给十二省交 你们要严加防范 不得要半点闪失 是 某刚 在 你在手下暗中满腹 以便有什么逢之小动 配合十二省交之敌 大人放心 此下绝对不会给判贼 任何可乘之计 请约 在 你带人严查京城的各个特战 茶楼 酒楼 青楼 一发现可疑人物 杀不涉 请陆大人放心 在被职手中 绝对不会有漏网至于 你们立刻行动吧 是 刘大宝 你留下 龙大人有何吩咐 你没有什么经验 有几条要注意的 我要亲自给你讲讲 还是龙大人想得周到啊 大宝 合身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自从我按照您的吩咐 给合身施加压力之后 合身吓坏了 合身清点了组上 所有留下来财产 包括金银 房产 田地 散布在京城的各个角落 他说等他清点完成之后 会亲自送到您府上 送给农夫大人 吓一跳啊 牛大人 毛大人 那个龙大人 让我来看一下 你那个小生小贩的衣服 准备好了吗 还没有 阿姨 那我来的正是时候 你猜我给你带啥来的 这本书 我可珍藏多年了呀 叫小人书 为啥叫小人书呢 这里边啊 画的全都是街景的小人物 你看 有这个卖豆腐的呀 是吧 有这个小生小贩啊 有这个路人家业丁啊 有这个嫖客呀 有这个青龙女子啊 青龙女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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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家怎么全是青龙女子 后面都是挑客 行不行 就按这准备吧 好 好 谢谢毛大人 客气咋呀 都是自家人 请你忙活吧 回走了啊 回去 毛大人慢走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财富也太不靠谱了吧 本来说好昨天把衣服给我的 结果今天才给我 我现在拿回家也来不及了 只能找个没人的地方做记号 有那儿点 毛大人 我挑你了 给我给我衣服给我 来来来来 你给我我去 我现在要给龙大人送过去 你不用龙大人叫我来领购 不是不是不是 送过去之前那些整理整理啊 整理什么玩意儿 这都整成小花儿的衣服 有啥可整理的 对 你说的有道理 这做个机会儿 来 乖 做个机会儿 好好好 好 坐不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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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汤都拿去吧 好 还是你有心哪 冰雪冲冰 行行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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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见啊 那个 就可以了 收到 里面 是 那 есте 是 virgin 龙牙兄弟已经比划了两个时辰 这下大家应该都懂了吧 龙牙兄弟 明日一早 你们就随我乔装打扮 按龙牙兄弟所说 势必找出黄华翼所有的密探 听我号令一举将他们歼灭 救出朱一卫不得有误 是 放开 放开 我让你 太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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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热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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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自古谁无死啊 牛曲丹西赵汉青 别看狗贼们现在高兴了 等咱们兄弟杀回来 就是你们的死期了 你念什么诗 你念什么诗 再看胡说 我就敲碎你的牙 打碎你的骨头 狗贼 我就念诗怎么了 你们都把我打成这样了 你们还能把我怎么样 脑袋掉了 板大个八 三十年后 老子又是一条好汉 人生自古谁无死 就去担心赵汉青 玉儿 怎么来了 范大哥 这么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不让我参加 怕你看见了牛大炮 控制不住自己 范大哥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感激用事 一定会以大局为重 一切剑机行事 是 范大哥 我们的兄弟已经在东南西北 角落埋伏好了 试试啊 那几个奇形怪状的抓牙 功夫在你之上 一会儿 避免和他们交手 知道了 范大哥 我会通知兄弟们 让他们数战数截 不要恋战 有埋伏 兄弟们都听清楚了 不要来救我 真的不要来救我 一定不要来救我 不要来救我 不要 不要不要的 不要 不要不要的 真是条汉子 你们小声点 不想活了是不是 你们知道这里 有谁是你他们 我们还是看看就行了 别说话 别说话 对 搞不好你掉脑袋 范大哥 都通知完了 再通知下去 让他们注意观察周围的小贩 找到他们衣服上的记号 查清楚 他们有几个密探 都在什么位置 范大哥 你怎么不一字换 你如果一次和我们的人 说那么长时间的话 会引起你的怀疑的 你这样三番两次的 找我们的人说话 就不会引起怀疑吗 范大哥 我们刚才说的记号 是怎么回事的 这附近肯定有黄华裔的密探 我们安插在黄华裔的人 在他们的衣服上做了几好 那我也去找找 你也去找找 好 小声点 这件事情 关乎于你我之性命 这件事情没有完成之前 谁也不准离开 要密切注意才是可 不能叫犯罪要即可上 这么重要的事 我们一定要小心才会上策 范刚 你要密切留意下边的情况 明白了龙大人 毛老板 你怎么能叫龙老板大人呢 龙老板才去县衙 当了几天的差呀 你就管人叫大人 是吧 毕竟现在这个 龙老板和我们一块嘛 都是做生意之人 是是是 说成语 说成语 龙 龙老板 对对对 龙老板 龙老板 青月啊 客栈跟青楼的排查 也不能掉以轻心 放心吧 可疑的人我抓了一百多个 经过我的严信高达 死了八人 剩下的九十七人 都已承认自己是反贼 那太好了 看来朱一卫这个诱饵 还真有用 现在四个城门都已经戒严了 正是梦中桌边的好机会 不能留走一个反贼 别说是憋了 就是王吧 他也跑不出去 你说我看 好 大宝 你对杀人不擅长 你还是去帮十二生桥 去看守朱一卫的 龙老板请放心 属下一定全力看好朱一卫 你们都埋伏好了 一旦有朱一卫的同党出现 少无事 嗯 是 义父没做记号 现在神神秘当 根本都搞不清楚 如果不及时通知鸿帮 停止营救 一定会死很多人的 为什么 鹅 你在哪儿呢 千万别来 咱们得留取担心 赵瀚青 赵瀚青 范大哥 找不到那些伪扎成小上班的 黄花衣泥坦 会不会是黄花衣人手不够 对 跟我们乘空乘气 这不可能 周一位这么重要的人物 他们肯定会严加平在 周围的小上班都查看了吗 不止是小上班 周围这些看热闹的百姓 我们都看了 衣服上也没有记号 会不会是牛牛 背弃了我们 不会 一定会 太医名有什么估重 范大哥 现在我们怎么办 剑技行事 不要轻举妄斗 一切听我号令 万不得已 有劫发场 是 您都准备好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是 谢谢 我死而无憾 因为 我是为了我们共同的大业而死的 没事的 没事的 乡亲们 真的没事 为什么 因为人生自古谁无死 刘曲担心赵汉青啊 不要被狗贼们吓到 大家一定不要忘了 不要忘了我们共同的大业 不要忘了我们共同的大业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看我当局是杀了他 君子保重十年不晚 本正是要局 冬妃 哥 你误会了 这里有埋伏 快走 我停了 走 走 走 干什么啊 大家小心 还是有埋伏 不可行动 分头打探情况 之后再做商议 你先听我咳嗽唧唧 散 franchise 哦 小二 我明明要的是拍黄瓜 给我上了什么 这就是拍黄瓜 这明明就是点心 你为什么偏偏说它是拍黄瓜 在我们店这就是拍黄瓜 怎么 不行了 就算它是拍黄瓜 那你再给我上篇点心 你要的点鞭 情人太瘦了 不好意思啊 我可以摆去吗 你这白菜卖多少钱一支啊 我还没想好呢 你卖多少钱 我看你 你卖多少 我就卖多少 就一样价呗 行 一样价 这样 卖白菜啦 新鲜的白菜 十两亿斤 卖白菜啦 新鲜的白菜 十两亿 还没吃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位客官是同道宗人呀 同不同道不知道 现在我们是同桌 就上同学了 大师 麻烦你给我看一下首相 我不会 大师 我看你更厉害 帮我看一下首相吧 大姐 想算算什么呀 姻缘 啥玩意儿 算姻缘 像岁数不小 身体挺好 想法挺多 大姐 请你回去吧 回家 回家 好 大师 你的意思是说 让我坐在家里等 那 就会找到如意郎君是吧 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叫人生死相许 大姐 你不悔了 我的意思是让你回家待着 你看看看 你这个姻缘线哪 这都已经磨平了 你的姻缘都已经走到尽头了 没 看出来算什么 快回去你别来回答我们了 你不压嘴 胡说八道 不是 这里完呢 你首相就是这样的你 行行行 知道了 来大伙儿了 算都不会算 你这大伙儿 走 可光你还给你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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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了 我们先进去吧 范大哥 这 这是什么地方啊 这些囚字跟口字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我们红邦 在京城最最隐秘的落脚点 确实挺隐秘的 最隐秘的 在这儿 范大哥 这囚字跟口字有何隐秘之处 这是我潜心多年 研制出来的暗号 这样的意思是 你看 这个囚字啊 里头有人 口字里头没有人 如果最后一排的最后一个字 是一个囚字 就说明里面有人 如果是个口字 则说明里面没有人 明白了吗 可是 我有个事不知当奖不当奖 自家兄弟 但奖无妨 范大哥 行走江湖之人 最忌讳的就是这个囚字 我个人觉得不太吉利 你这迷信 从你嘴里说出来才不吉利 范大哥 我错了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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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进去吧 你好 不是 范大哥 这囚字又是什么意思啊 昨夜一夜未免 太困了 可错了 先回去吧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士气鼓舞完毕 仲家兄弟 今天 小火炮的情报虽然有误 但是仲家兄弟临危不乱 我感到非常地欣慰 范大哥 我有一事不明 你说 作为红帮的一分子 我有权利知道 安插在黄花一的 红帮密探小火炮 到底是谁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不得一生不由己 黄昏欲宽宽心皆宇 雖缘散远又去 如云若即如缕 亭窗外朝思目的 思念几千丝万缕 恨一曲与君诚相依 当一生不愿意 笑看起尘埃落地 孤言非离 愿此生愿为情 再相聚乱与这孤子夜里 不觉起长夜梦里 心愁虚弄我扑离 具备暖没有痕 思念有我有你 再问起千尘旧事 吹肘起心痴漣漪 泪一滴天生来痴迪 等一生不愿意 小看起千尘埃落地 孤言非离 愿此生愿为情 再相聚乱与这孤子别离 等一生我愿意 小看起千尘埃落地 小看起千尘埃落地 孤言非离 愿此生愿为情 再相聚乱与这孤子别离 等一生不愿意 小看起千尘埃落地 小看起千尘埃落地 孤言非离 愿此生愿为情 再相聚乱与这孤子别离 等一生不愿意 等一生我愿意 小看起千尘埃落地 孤言非离 愿此生愿为情 再相聚乱与这孤子别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